接下来是乡镇世代会定期大会的部分 镜头带领到瑞穗乡代会 相当关注社会高龄化问题的乡代表钟永春 这局质询了包括静老礼静的调生 尤其对于乡内两个老人会社团机构 乡公所补助经费确实相差十万八千里 质询认为乡公所大小眼 那么乡长曾经光着回应 因为两者建筑规模及使用率高低 因此补助金额也有所差别 不过也乐于重新的检讨评估 台湾社会进入超高龄化时代 乡代表钟永春也高度关注乡内老人长辈 设服照顾措施 是不是有机会 因为真的啦 法定上65岁以上就是符合老人的资格了嘛 我坦白讲一句嘛 那你把65到75 70左右这个区块也离除掉 那他们潜力也受到损失啦 喪失啦 我倒是觉得可以做滚动式的检讨 重提敬劳理经年龄资格下修金额调升的议题 同时针对乡内社团机构 瑞穗老人会以及复原三村老人会 乡公所补助经费却相差十万八千里 钟永春直询认为补助大小眼 请乡公所说明 瑞穗老人馆一年最少编列二十万以上 比如说水电也好 电梯费也好 还有清洁维护费各方面都编 相信之下 护原老人馆我看到的部分 在你的预算数上面一年只有六千 哎 不好意思啦 大小孩怎么查那么多 我想预算编列只能减 不能加 但是 其实瑞穗老人馆它的使用力 还有它的层数比较高 那为了维护它的正常使用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电梯 所以经常 而且使用力蛮高的 那比例上是可能觉得复原是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想只要是代表提出来 或是老人会提出有一些需要改善的部分 我想我们都会尽量的来给协助 除此之外 严格检讨乡公所路登修缠业务委外成效不章 乡公所建设客长回复表示 碍于经费及人力有限所致 而乡长陈金光则补充说明 甚至委外执行的路登修缠服务 未能尽善周全 也不排除另外征聘雇人力 做紧急应急之用 记者是玉兰瑞税采访报道